大家好,我是后人教育的沈老师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德汉姆大学的本科整学申请 下面呢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四个主要板块 第一个呢是学校及所在城市的介绍 第二个呢是基本的整学流程 第三呢是国际转学生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以及后人教育可以帮我们做到的事情 福德汉姆大学的介绍 福德汉姆大学呢在今年的US News上排名是74名 创建于1841年 它的前身呢是一个纽约天主教会的一个学院 在1907年的时候呢正式更名为现在的福德汉姆大学 它也是东北部最古老的基督教大学之一 然后它的地理位置呢是位于纽约 刚刚也说了它的地理位置在纽约 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 纽约呢生活是非常便利的 各种各样的物品都非常容易的买到 然后呢交通也非常方便 地铁公交都是非常多的 然后与此同时呢对于我们国际生来说呢 就业机会也是相对多的 因为各大的公司啊在纽约都非常多 同时呢福德汉姆大学还是爱国者联盟的盟校 该联盟呢包含了麻省理工学院 乔治城大学西点军校等12座精英学府 这些学府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规模小 然后高度的精英化 规模小这一块呢我们之后会再细 再更仔细的一点说到 然后这所学校在纽约地区的知名度 也是非常高的 仅次于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 像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母校 就是这个福德汉姆大学 然后校区的话呢它有三个校区 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校区 就是玫瑰山校区和林肯中心校区 市郊的这个校区呢学生是非常少的 一般我们说的本科转学 主要就是说的前两个校区 然后各校区之间呢都有校车 非常的方便也非常安全 然后咱们来介绍一下纽约 纽约的话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然后美国呢是美国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咱们的世界金融中心 然后全世界500强有17家的总部 是在纽约的 然后也是世界的娱乐产业中心之一 像这种白老汇剧院都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学生去纽约旅游 这个白老汇剧院是必去的景点之一 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华人的集中地 像这个曼哈顿的唐人街 咱们去过的人都知道 能感受到非常传统的咱们这个中国文化 以及非常正宗的中国美食 然后它同时还是世界外交中心 像联合国总部就是在纽约 所以说在纽约是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 都是能开阔眼界的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 福德汉姆大学的转学申请 福德汉姆大学的转学申请 截止时间我写在下面了 一共一年有两次 一个呢是春季 一个是秋季 春季的时间呢是11月1号 秋季的时间是6月1号 如果有学生对这所大学特别感兴趣的话呢 春季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咱们还有15天的时间可以准备 福德汉姆大学的基本数据 福德汉姆大学的本科生人数是将近1万人 然后新生一年级新生大概占25% 转学生每年大约是300人左右 然后去年的呢是311人 这个2016年的录取率是48% 这个数字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每两个申请者之间呢 就一个人被录取 然后玫瑰山校区的人数 和林肯中心校区的人数是差不多的 都是8000人左右 两个校区呢都分别提供70多个专业 但是呢像其中舞蹈和戏剧专业 只有这个林肯中心的校区有 生物科学和化学专业 只有玫瑰山校区才有 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福特大学汉姆接受转学的学院和专业设置 从这个表中间咱们就能看出来它的规模其实是不大的 因为它一共只有三个学院 一个呢就是玫瑰山学院 一个呢就是林肯中心学院 还有一个是商学院 商学院呢在两个校区都有设立 它不像其他的综合性大学 有这个商学院呀 然后有艺术学院 有传媒学院 然后有工程学院 它这个的设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只有三个学院 官方建议的GPA呢是3.0以上 它但是呢官方只是说建议你有3.0以上 并不是强制性说3.0以下的学生就不能申请 如果说学生的GPA没有到3.0 但是软件背景非常的好 也是可鼓励申请的 官方说明最多只可接受60个科转学分 其中4以上的成绩才可以被接受 所以说如果说学生修的学分过多的话 如果想转到这所学校 可能学分上会有一些损耗 然后下面这个是具体各专业的要求 这个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查询 这个链接的关键词 咱们可以搜索 Transfer Application Process 下面这个呢是毕业的要求 必须满足这个链接中的核心课程 以及每个专业的具体要求才能毕业 这个关键词我也列在这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搜索一下 下面呢这一页呢 是福特汉姆大学转学所需的材料 第一点呢就是要申请一个comapp的账户 并在这个comapp上完成申请 并且完成其中的文书 其次呢是70美金的申请费 第三点呢是官方的本科成绩单 如果说学生在除美国外的其他学校就读过 需要将那所学校的成绩单通过一个WES认证 认证之后再寄往学校 另外呢还有这个非官方的高中成绩单 就是咱们只需要先提供非官方的高中成绩单即可 如果学生被录取的话 需要再去报道的当天 带上这个官方的成绩单到学校去完成注册 这个语言成绩呢我列在这了 咱们中国人最常见的两项 一个是托福一个是雅思 托福呢是要求90分以上 雅思呢是7.0以上 然后有两种方式可以不提交这一个成绩 第一呢就是说当地的学生可以联系大学的语言中心 参加学校的英语内测 如果内测的结果非常好的话 是可以代替托福或者雅思的 这个内测呢需要学生发邮件或者打电话去预约 还有一个呢如果国际生不提交雅思或托福成绩 需要提交一个语言成绩豁免的申请表格 这个表格如果被通过的话 也是不需要提交语言成绩的 然后呢是推荐信 推荐信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学生找到合适的推荐人 然后上传到这个COME F上面 然后是COLLEGY REPORT 这个呢需要学生现在就读的这个学校来配合完成 还有一个ME TERM的REPORT 如果学生正在就读美国的某一所大学 是需要完成这个ME TERM REPORT 证明他在目前的学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学习记录 除了以上材料之外呢 学生想申请商学院舞蹈专业和戏剧专业的学生 都还有一些额外的特殊要求 具体呢可以参照以下的这个链接 也可以扫咱们右下角的二维码 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询问 下面这个是国际转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的预估 生活费的话呢就没有列在里面 因为像咱们林肯中心市的这个校区是在曼哈顿 然后这个生活费是远远高于这个玫瑰山校区的 所以生活费的话是没办法做一个预估的 但是学费呢是将近五万美金一年 这个学费的水平也是在美国所有学费当中 处在一个中上等的水平了 下面就是国际转学生的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呢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COME App这个申请系统 因为我们很多学生是在中国读的高中 可能上面的有一些问题呢 咱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学生做一个很仔细的询问 然后还有70美金的申请费 然后第二点呢是官方成绩单 官方成绩单的话呢 需要学生向现在的学校进行一个申请 然后由现在的学校直接寄往Foodham大学 然后这个高中的成绩单是暂时不需要这个官方的 所以还是相对于我们来说 申请上是稍微容易一些 第三个呢是文书 文书的话呢很多学生都不太知道怎么写 才能写出自己的这个个人特色 然后吸引到这个招生官的眼球吧 所以说这点呢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全面的指导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语言成绩 作为国际生来说呢语言成绩必不可少 但是如果说目前没有托福或者雅兹的话 想要去学校参加这个内测 或者说想要递交这个豁免语言的这个申请表格 都需要提前的预约包括跟学校进行联络 后人提醒了一些申请注意事项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要满足学校的要求 特别是想申请商学院 然后申请这个舞蹈专业和戏剧专业的学生 一定要满足这个学校的这个额外的要求 我们后人呢会指导学生 完成学校的要求争取最大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就是文书 文书的话呢最好不要写到一个千篇一律 所以说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后人教育呢可以提供这个专业的指导 帮学生完成一篇高质量的文书 然后其次是no GPA requirement 官方虽然建议说是3.0以上 但是3.0以下的学生也可以申请 学校会综合评估学生的申请材料 如果有的学生GPA是3.0以下 但是特别喜欢这所学校 我们也可以帮助学生整理他的 除GPA以外的其他材料 争取最大的录取率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推荐信 推荐信其实在申请当中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怎么才能拿到一篇含金量 比较高的推荐信呢 后人教育也是会给出一个 更细致的指导 下面后人可以帮到你的 就说后人可以帮到咱们以上所说的所有的流程 然后帮助咱们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然后给学生提出更多专业的建议 然后帮学生理清材料清单 并帮助他们准备完成 把握整个的申请节奏 然后也是希望同学们都可以拿到一个好的offer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咱们都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然后进行一对一的专家咨询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